虚比虚比,Always虚比,娱乐尖锋,娱乐消息八面通,欢迎收看冷热三甜,想吃就吃,由冷酸林冠名播出的娱乐及尖锋,大家好,我是冯青,青青,周末还是要亲一个了,没错,又到了我们周末演唱会的时间,而且不止谢谢哦,因为今天可是父亲节,所以青青在这儿祝全天下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一定要身体健健康康哦,那我们都知道哦,周杰伦现在是以为人妇了, 马上他的第二个宝宝也就要诞生了,真的是可喜可贺,去年周杰伦发行新专辑《周杰伦的床编故事》就有一首歌,是他初为人妇时的一首纪念之作《前世情人》,那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创作17年来首次同别人合作作曲的歌,那合作人就是,没错,他的女儿海瑟薇了,当时该歌曲一经八经就获得了不少的好评哦, 同时也有不少人说,是这首歌拯救了过气的周董,所以在轻轻看来,这首歌就是周杰伦女儿送给爸爸的第一份父亲节礼物 都说周杰伦的周志情歌, 贯穿了一代人的青春,的确,先锋编辑也不例外,除了情歌外,周杰伦对亲人之间的表白也总是出其不意,去年一首写给女儿的《前世情人》,虽然是因为海瑟薇随意谈得的旋律创作而成,但是充满童趣的歌词和极为浪漫主义色彩的旋律,都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位父亲对女儿的深沉的爱,同时歌曲MV也是极具周董风格,如同童话故事开头的旁白, 诉说着这位父亲对女儿一生的期许感动了一众歌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此之外,周杰伦写给亲人的每一首歌曲都能够成为大众对亲情表达的方式,从2001年开始的《爸我回来了》,2002年的《爷爷泡的茶》,2004年的《外婆》,2006年的《听妈妈的话》,再到《听妈妈的话》, 《到2015年大婚》,为昆凌作曲,不一例外 《非诚勿问》,为昆凌作曲,不一例外 《非诚勿问》, żeby享受MacCiada 是週末团 или诚和《外婆》,其一带院 所以他在路易西藏西山圈 又穿了一千年 那天我翻越紫片 擦什麼紫片 形容一件事更遙遠天邊 是否在海角度面 你擺不穿我長的頭 我也從而沒我跑 踏著走進輪場的大象 他也沒有過 就算失敗就算去殺 也難去點回家 少子就抱著這男朋友 我好想哭一張 也要問三個一切 遇見煩惱又傻 我們留下了去 又又並不空 永遠的勇氣聽我唱 我們就在路線還沒說話 видите 摸的摸點 您是信用在核 quién 九衡 別再什麽Что 毫問焉。 維密 一量 又沒有 可是那天 也千年 你 包括 夢 那些毛衣 絕對有這代代意義 不願失去 別失去勇氣 那些創造回憶 虛弱的不妙意 那些懸念的道理 一個人的時刻 在謀生的架頭 那都有這段心 也去為何天空 I know I know 一球裡也有用 那麼開心 不讓你看見 玩的大聲 都在那心裡面 遊狗就的弱我摸牠手 把手牽著 已經磨掉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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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啊 我也要不要 我也想 乖乖乖 長大 才能包補他 就这样周杰伦作为歌者 能把每首歌都唱进人们的心里 作为儿子 丈夫 父亲 把每位亲人都写进歌里 如此低调而又特别的情感表达 叫人怎能不喜欢呢 哎呦 不错 没错 听完刚刚那些歌 清清真的好想在第一时间 给家人打个电话 说一句 我爱你们 说起周杰伦 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 真的不陌生 记得那会儿还在读小学 读小学 第一次听周杰伦的歌 就是那一首可爱女人 再到后来双结棍的问世 那真的是每位同学下课都会 哼哼哈嘿两句了 即使说到有多喜欢她 我自己都不知道 只是总觉得她出了新歌不听 开了演唱会不看 好像就真的有点对不起自己的青春了 都是旧地的世界 我越来越远的道别 你转身伤悲 我侧脸还是很累 我用眼光去追 静静见你的泪 在车窗外边排队 在车窗外边排队 是我错失的机会 你站的范围 跟我从前的侧脸 渐渐一直在后退 你的梦会在窗外流水 我一如下美 离开有你的季节 你说你太累 已无法再 价值一算 今年周杰伦已经出道了17年 发行了14张专辑两张EP 几乎保持着每年都会出新歌的节奏 这也是她对歌迷们的承诺 每首新歌的作曲都是她自己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保持了她强烈的个人风格和全新的曲风 开创了一个周杰伦的时代 我是用双眼关的 是无事的天地 是谁当年代替 都是谁 我是用双眼关的 我是用双眼关的 如果会远迹攻飞 我们两个之路去 你是最新歌 是你一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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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的愛是在心眼前 什麼還在沒說不大地洋平原 幾十個世界有著的發現 你感傷的自己依然親戚可見 我給你的愛是在心眼前 什麼還在沒說不大地洋平原 幾十個世界有著的發現 那一瘋話千年那誓言一卻又終點 街上升天競爭空間是誰要從前 情緒在冷藏中你只屬於我的那畫面 經過數美女生身邊我一對心執迷懸 思念想提個理智荷般的蔓延 等不問你剩下難解的預言 傳說就算了不朽的馬 如今她早已從那個沉默寡言 戴著鴨舌帽的小夥子 變成了家喻不曉 培養新人的音樂導師 從跳廣場舞的阿姨 到鴨鴨學雨的小朋友 每個人都能哼唱她的歌曲 而她的演唱會幾乎每一場 都是坐不虛席萬人合唱的場面 你說把愛漸漸放下快走更遠 又何必去改變你錯過的世界 你有你的指尖 就只望說再見 誰想你在身邊在完全失去之間 你看你們 請讓我們想念 這一句的終點 飄落空才發 選擇幸福的水滅 讓我怎麼解 愛像一場風 去問它救救 這樣的解救 誰有可能會 我會... Internet 沒有我...有你以後 我...女...尿...反捨까...... 黑...暈...在...槍弄 我...沒 at playful... 真的搶著 defin想笑 我...無 mise開 前...讓你 為瞬間 尾而美愛...ίpero 我的世界以狂風暴雨 我爱情来得太快就像梦 全部披不开把风却来不及它 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 我不能我不能 我不能 爱情走得太快就像梦 我不能再车落一无处可动 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 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要再想 十七年前的今天 又谁能想到 这个处处吃闭门羹的少年 会成为变成颠覆华语乐坛的音乐鬼才之一呢 到目前 他的音乐在全球下载量已经排到了第三 其中属于他的周氏情歌已经成为了他的标志 从轨迹到告白祈求 他的音乐占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涩情感 陪伴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成长 那你有彩虹告诉我 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 为什么天这么安静 所有的愿都跑到我这里 有没有口罩的预备给我 是我说的太多就成全不了 也许世界是一种解药 ну 要是我现在中复下的东西 看不见你的笑话怎么睡得着 哪有长 你的生意这么紧或学 让不当 没有地球 太阳海水被热 没有地球 太阳海水被热 你要离开 我知道很简单 你说依赖 是我们的主爱 就算放开 但能不能变过收获的感 当作我最后才明白 找你喝醉 留下春雨的碎 快遍冰冰 名字叫做谁 敢把这车 风吹了对 且 别笑 再点伤悲 你说你又偏难醉 想让我只能得罪 礼物不需要最贵 只要想切了落叶 云造浪漫的感觉 不害怕搞掌一切 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亲爱的爱上你 从那天起 甜蜜的痕迹 亲爱的别人心里的眼睛 暂说我愿意 真的都好好听哦 听完这么多首周世情歌 轻轻只想说 今晚的节目真的是充满了回忆沙呀 不过对于周杰伦的记忆 其实并不局限于这些 赚足了我们眼泪的情歌 还有一些极具中国风的歌 婉转的曲调配上方文山的词 简直就是两个字绝配 有一次放学回家 就听见妈妈在唱 我从你离开千里之外 你无声对白 吓得轻轻以为 走错了家门呢 一幕飘泼 浪迹 天涯满日后 你走之后 就能回忆思念兽 谁想逗留 时间怎么痛 花开就一直承受 我却错过 谁在又披补 走一去东风波 谁也在墙上 通过看见少时后 又记得 那年 我们都还很没有 而如今今生悠悠 我的德口你没听过 谁在用笔笔扔走 一举动风波 枫叶将故事染色 结局我感动 你把外的孤岛 我牵着你走过 黄烟满草的脸头 就点不收斗 周杰伦的歌不局限于一种曲风 除了嘻哈蓝调等曲风之外 专期夜会美中的东风拓的问世 也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周杰伦曲风 中国风诞生了 在之后的每张专辑中 也都会难过一首中国风的歌曲 比如《青花瓷》 《菊花台》《青梨之外》 《烟花易冷》等 你以为我要唱你的歌对不对 不是啊 天晴深夜 而我才能遇 虽然有没有生气 而更想忘记 在遍地书里 放肩脑的飘移 就当我未遇见你不必 你真的说我输了 你可不安 到底是难 而这些歌的成功 不局限于周杰伦艺人 作词人方文山的配合 才构加出了如此完美的搭配 就连周杰伦自己也说过 我的曲和方文山的词 却宜不可 对 当时是这样 当时算是蛮有那种革命的情感 对 跟方文山有那种革命的情感 就觉得 我们两个写歌 那有些人当时是 我写那时候写给别的歌手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会说 我只用杰伦的歌 或者是我只用文山的词 那我就 对 那时候我们就说 说好说 没有 我们要用 你要用我们的歌 就是一起用 所以我们有一种这样的革命情感 然后去创新 一个新的格局 就这样周杰伦 方文山不断创新 开创了中国风以外的众多曲风 使得周杰伦的歌 吸引了更大年龄跨度的歌迷们 现如今 他虽然成为了父亲 但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创作 反而增添了许多新的灵感 先锋编辑也希望 周董的新歌不要停 还想要你陪我们下个十七年 哇 是的 今天晚上听了这么多周杰伦的歌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非常过瘾呢 感觉在自己的青春里 重新回忆了一番吧 虽然距离周董发的新专辑 周杰伦的床编故事 已经有一年了 现在呢 还没有听说周董要发新专辑的消息 不过 大家也千万不要着急 因为好作品需要耐心的等哦 好了 进一段小广告 千万不要走开 精彩马上回来 欢迎收看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由冷森林冠名播出的 娱乐几千封 大家好 就是我 在你们的冯青青青 今天节目真的太好看了 因为歌曲真的太好听了 所以这么好听的歌曲 这么好看的节目 不要忘了明天晚上 娱乐几千封与你不见不散 明天见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